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务院就表示中国与美国在阿富汗享有共同利益 美国期待中国在阿富汗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国白宫与国务院证实 在8月31号美国完成阿富汗撤军前 美国政府将会安排包机撤离曾经帮助过美军的阿富汗人 把他们送往第三国 等待美国特殊移民签证的审批 据悉申请了美国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 大约有1万8千人 出于安全考虑 美国政府并没有透露撤离这些阿富汗人的具体安排 但有消息指出 他们可能会被送往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或者塔吉克斯坦 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 美国国务院表示 中国与美国在阿富汗享有共同利益 美国期待中国在阿富汗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其他国家,其他国家 中国是一种重要的国家 中国的国家 它们的可能性 能够成为一个重力的重力 当时的原因 是更安全的 安全的安全性 更坚定 它们终于是一种平衡的 这种可能性 是一种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地方 where our interests do align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C can find some area of agreement 驻阿富汗美军和北约部队 最高指挥官米勒 在12日卸任 正式移交指挥权 米勒在14日返回华盛顿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 当天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迎接米勒回国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意 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14日是以视频的方式出席了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王毅就表示 中国秉持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为全球发展事业 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与方案 7月13日至15日 联合国举行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于14日以视频的方式出席 并做出国别陈述 王毅表示 中国秉持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高度契合 为全球发展事业 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与方案 王毅表示 中国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 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 100万亿元人民币 科技进步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 是疫情下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王毅表示 中国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为全球贡献了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 和五分之一的土地恢复境面积 中国将积极落实巴黎协定 走绿色低碳的发展之路 王毅强调世界各国正在遭受疫情的巨大冲击 全球在贫困教育就业上出现倒退 各国需要进一步深化 在疫情 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方面的合作 他指出中国已经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寄贡了超过5亿剂新冠疫苗 为全球建立免疫屏障 做出了重要贡献 凤红卫视 陈寅健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14号日 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表证词 表示美国通胀率将会在数月内维持 较高水平 随后缓和 至于经济复苏的水平 还未到需要缩减资产购买规模的程度 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半年度货币政策听证会上表示 经济复苏还未达到 可以开始收缩资产购买规模的程度 他认为美国通胀将在未来数月内 保持较高水平 随后缓和 鲍威尔提到房价等资产价格上涨 以及证券市场的风险偏好提升 但强调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整体仍相对强健 企业杠杆从高点回落 但他强调美国距离就业市场全面复苏仍有距离 此外 浙江市拜登决定下一任联储主席人选前 鲍威尔最后一次半年度国会听证 业内分析称 维持宽松政策 对拜登政府正在推进的一系列支出计划极为有利 市场尚未受到相关不确定性的影响 当天 美国前财长姆努钦表示 美国可能面临实质性通胀 联储应立即削减资产购买计划规模 尽防通胀失控 以至被迫加息至4%或5% 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 也质疑通胀暂时上升的观点 认为美联储将不得不对 更高的通胀数据做出反应 放红卫视 陈清伟 张兆宇 纽约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来看一组综合快选 佛州公寓倒塌事故 目前已经有95人确认死亡 还有14人下落不明 当地官员近日开始商讨 修建纪念碑的相关事宜 迈阿密戴德县县长卡瓦于周二表示 倒塌事故已经造成至少95人死亡 其中85人的身份已经确定 另外有14人下落不明 其中包括10名尸体已经找到 但是身份还没有确定的遇难者 以及4名尚未找到的遇难者 卡瓦还表示 将在事发地建造一座纪念碑 以纪念这些死于倒塌事故的遇难者 他补充称 官员们正在讨论到底将纪念碑设在哪里 以及他是会占据整个遗址 还是只会占据部分遗址 根据报道 超过1200人签署了一份情愿书 支持在倒塌大楼南册设立纪念碑 丹麦玩具制造商乐高于周三表示 已要求犹他州的一家枪支公司 停止生产一款看起来 像用乐高积木装配的手枪产品 乐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已经联系了该公司 他们同意从其网站上撤下该产品 今后也不会再生产或销售类似产品 这款枪是Copper Precision公司 发售的一种定制的半自动格洛克武器 外形酷似乐高玩具 Copper Precision表示 他们的设计初衷是为人们 创造一个谈论射击运动乐趣的机会 而控箱组织则认为 这款产品会对儿童造成误导 该组织称 2020年3月份到12月期间 因儿童或他人非故意开枪致死的人数 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0%以上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于周三下架 由于新冠变异病毒Delta毒株的快速蔓延 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率的滞后 以及7月4号美国独立日的大量人群聚集 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 在三周内翻了两倍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美国7月12号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3,600例 而三周前6月23号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 为11,300例 同时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 除了缅因州和南达科他州以外 其他州的病例数在过去两周内都有所上升 总统拜登和传染病专家福奇 今日在白宫接见了18岁流行歌手奥利维亚罗德里哥 这是拜登政府为提高年轻群体疫苗接种率的最新举措 根据CNN的报道 罗德里哥于周三参加了白宫的新闻发布会 并进行了发言 他在会上表示提高年轻群体的疫苗接种率十分重要 他建议人们应该与朋友和家人交谈 鼓励所有社区民众接种疫苗 并实际前往接种地点 一位白宫官员告诉CNN 罗德里哥还将录制视频 以强调年轻人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 截至周三下午 有67.7%的成年人完成了第一剂新冠疫苗的接种 大约1.597亿成年人完成了新冠疫苗的全部接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中国两岸3D的最新消息 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正式公布 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 为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 其中运动员431人 包括298名女运动员 133名男运动员 运动员平均年龄25.4岁 在431名运动员中 有138人参加过奥运 占总数约32% 当中24人为奥运冠军 其中的19人为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狗中文表示 体育健儿要以为国而战的使命感 责任感 荣誉感 全力实现东京奥运会参赛目标 确保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 确保不发生兴奋剂事件及赛风赛季问题 确保代表团不发生疫情传播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4日分别到访 中央人民政府驻港国安公署及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 并与两机构人员一同回顾 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以来的成效和展望未来工作 林郑月娥感谢驻港国安公署在署长郑彦雄领导下 屡职尽则依照香港国安法监督指导协调支持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 她表示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社会有乱极致恢复稳定 这一年来国家安全意识在香港逐步提升 驻港国安公署是功不可没的 林郑月娥也充分肯定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过去一年在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成效 香港特区政府建议修订个人资料撕影条例 将起底行为定为刑事罪行 香港特区政府14号表示 当天已向立法会提交 关于2021年个人资料撕影修订条例草案的参考资料摘要 条例草案意在打击侵犯个人资料撕影的起底行为 通过将起底行为定为刑事罪行 以及赋予个人资料撕影专员法定权利发出停止披露通知 要求停止或限制披露涉及起底内容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 条例草案将于7月21号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和二读 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立法会的审议工作 争取尽快通过条例草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 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票市场在新第三的走势状况 新第三美股三大指数是高开之后出现下降了 趋势全天窄幅的震荡 收盘是三大指数是涨跌互渐作收 投资人在新第三关注的是联盟主席局主席鲍威尔 在国卫山庄一年两天的经济停证答变 那么第一天他表示目前美国通货膨胀仍然是有过度和暂时性的 联主还是注意关注目前的经济付出状况 以及劳工市场的就业状况 所以会维持利率政策方向不变 所以市场反应比较平和 十年常债收益率出现一个回调 下降到1.349% 另外市场也关注的是公司盈利消息方面 到目前为止公布业绩的还是集中在金融银行类股 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分别公布业绩 都是超出市场预期为好 但是美国银行股价呈现下降 主要是对前景比较保守的有预估 美国航空公司亏损减少 而达美航空公司一经转亏为盈 所以两家公司股价都呈现一个小富上升的走势 另外石油价格呈现下降3.36% 是72块7毛2一桶作收 主要是欧派克减产时间延长的协议 已经初步达成 所以优价获利回吐 黄金价格小富反弹1.01% 1828.30美元一盎司作收 接下来星期四的联储主席 还会继续就近状况进行听证 市场也仍然会高度关注 以上是新三情况 富翁辉士旁者 纽约报道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纽约报道 最后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宇宝 字幕志愿者 纽约报道 字幕志愿者 纽约报道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将提请登陆iPhoneU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凤凤凤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美国苏式新闻友 联合赞助播出